新北市新店别墅社区在昨天发生了骇人听闻的枪击命案 经过了警方连夜追查 发现凶险黄姓男子 他在犯案之后6个小时就从桃园机场搭飞机潜逃到了对岸的厦门 而在整个过程当中他是两度变装 多次换搭交通工具制造断点 而他一次作案用的枪支也被他丢弃在航下连外道路的水沟里 警方透过管道证实 嫌犯目前正在对岸的旅馆进行隔离 背后有没有其他的主使者还要在查 不过有资深刑警就直言了 现在两岸关系紧张 共同打击犯罪机制早就失能 中国大陆愿不愿意协助把人押回台湾 恐怕还是未知数 出境潜逃前一步才把作案枪支丢弃 新北市新店爆发骇人枪击命案 警方沿路调约监视器追查 找到这把阿根廷制式手枪 被嫌犯用袜子包了起来 再丢进桃园机场连外道路的水沟里 而他到机场归台时是直接拿票 早就买好 翻案后六小时就搭上飞机逃往厦门 显示心思缜灭也早有预谋 从红色帽梯换成黑色上衣蓝色鸭舌帽 开枪的就是这名黄姓嫌犯 22号凌晨他开着银色权力车从高雄出发 一大早就在新店被害人住家附近埋伏了两小时 八点多被害人独自出现 他才连开四枪讲人杀害 接着就把银色轿车弃置在一家卖场 二度变装先搭继承车到台北捷运龙山寺站 制造断点 还把脱下来的饭案衣服要送给街友遭到拒绝 最后又再换继承车赶去桃园机场 将作案枪支丢在连外道路的水沟里 随后就搭飞机潜逃至中国厦门 究竟是不是买凶杀人 不排除背后可能有藏近人 警方证实凶嫌已经在对岸饭店进行隔离 逃到厦门真的有用吗 资深刑警也直言两岸关系紧张 共同打击犯罪机制早已失能 中国愿不愿意协助逮人压反仍有变数 大陆公安是不是愿意配合我们去把他逮捕 要牵扯到很多这个政治的角力的问题 专案小组也只能透过刑事局两岸科持续联系 希望能尽快把黄信嫌犯带回台湾 要查清楚他为什么杀人 这聊天后这轮新闻市报道 日前在桃园发生了超商店员 规劝客人戴口罩 却不幸遭到刺死的命案 让人非常的担心超商店员为了要 规劝防疫可能会引发的安全疑虑 没有想到现在又传出了 在台北市北投有一名男子 久最近到超商因为没有实联制登记 被店员挡了下来 但是他还是不想操作 还频频嗆瞎 一下子又用肚子去撞店员 一下子又自己倒地小装成被攻击了 警方赶到现场把他带回派出所 而男子酒醒之后就宣称 他断片了 频频向店员道歉 还说他做了什么事情 统统都忘记 九岁的黑衣男子在超商店 看店员发生口角 但他情绪失控 用肚子顶撞店员 随后又哀嚎倒地假装碰瓷 紧接着大叫医生 男子就倒在地上 这到底是在掩哪一出 店员不想再吵 也怕发生危险 赶紧叫警察帮忙 九岁闹事让店员好紧张 但更害怕的是男子 说了这句话 23号凌晨1点20分 这名九岁的高兴男子 想要搭乘计程车回家 但他不会叫车 于是找超商店员帮忙 没想到进门后不配合 实验制 还发酒疯 辱骂店员 演变冲突 警方倒想将他带回 不过九岁后 他公称自己断片 发生什么事都忘光光了 但警方还是将他 移送地检署针办 老翁清醒之后 经检视现场的画面 对自己的行径 深搞懊悔 变向超商的店员 来鞠躬一个道歉 日前桃源才发生的超商店员 因为劝导顾客戴口罩 惨遭刺死案 这回类似的冲突又在发生 该怎么做 才让店员免于受害 也是目前 棘手客题 记者成长杨文豪台北报道 屋内的装潢全毁 墙面还出现了破洞发霉 那么这样子的房子 要求售百万 到底能不能够买呢 一般来说 想要在双北买房 价钱都蛮贵的 不过在新北市万里区 就这么一间公寓求售 而且它的花费 在150万以内就能够解决 不过网友看了 就说这简直是走叙利亚风 好像是打过内战一般的 而目前呢 已经有三组客人前来看屋 不过出价值落在 四十万到六十万之间 有房仲就分析了 房子不止便宜 还附赠无敌还净 更重要的是地段不错 他觉得是买到赚到 跟着房仲走进屋内 简直举步维艰 因为不止满地垃圾 就连头顶也要小心 会有建材掉落 在屋的时候 也是要带这些人 用钻子进来 如果客人真的想看屋框 一定会再进来看 墙壁地板发霉不说 环境还很恶劣 不止天花板整个塌陷 地板上摆放的诡异艺术品 再加上吞色的红色木板床 就像恐怖电影里会出现的场景 有人住吗 有 可是有人住 看似糟糕的屋框 还是有人抢着要住 收屋网近日出现一间公寓求售 屋龄四十一年大约三十二平 四楼顶楼开价一百四十万元 吸引三组客人前来看屋 出价大约落在四十万到六十万之间 一般都是买来自己整理当度假用 公司还要买来 然后我把它整理整理 我假日来这边烤肉 因为它离海边近 房住表示 如果民众是想买来度假用 其实这样买很划算 因为在双北 根本找不到这样价位的房子 还附赠物地海景 如果说只是以他自己度假来讲的话 便宜啊 你如果买一百再花一百 也不过两百 你双北找得到吗 海景 买物哲学多 有人想买来投资增产用 也有人想买来放松 辛勤度假用 不过不管卖不卖的出去 废墟房屋声量 在网路上已经有了 这蔡志恒基隆报道 原一只阿奏级的黑面皮鹿 在台南惊喜现生 生态保育学会 22号在城西沿海发现 原一只脚上有特殊金属脚环的 黑面皮鹿 编号T18 一查才发现 这只黑面皮鹿已经24岁 堪称是鸟界的人锐 因为啊 一般的黑面皮鹿活到17岁 就算是高龄 而这也是台湾目前观察到 年纪最大的黑面皮鹿 台南城西沿海 一大群黑面皮鹿 在渔温来毁觅食 其中这只脚上有金属脚环的 最特别 因为它是目前在台湾观察到 最长寿的一只黑面皮鹿 我们就看到有一只黑皮 它的脚环是与众不同的 再三确认 这只竟然是年龄高 24岁 没有一只再比它年纪更大了 一般黑面皮鹿活到17岁就算高龄 而这只编号T18的黑面皮鹿 7元1999年季放 到现在24岁 已经是阿咒等级 堪称是鸟界的人瑞 在其他年轻小伙子旁边行动 还是灵活自如 我们当天看它跟所谓的鸟类的青少年 亚诚鸟共同在溺食的时候 其实还没看到脚环之前 也不觉得说 它是一只将近年纪这么大 真的好开心 然后拍到阿咒级的黑皮鹿 阿咒级黑面皮鹿在台南惊喜现身 艾鸟人士兴奋不已赶快拿出相机 记录这珍贵一刻 就很感动啊 这只到现在已经179次到台湾来被通报 尽管年事已高 但这只黑面皮鹿还是千里跋涉来到台湾 珍贵的觅食镜头 也让人看见生命的感动 就有红木齐谈的报道